大家好,欢迎来到飞飞的家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苦瓜干小炒肉 现在我们就开始做吧 这是6根苦瓜晒干后的苦瓜干 把它们倒在一个大碗里 加入是温水浸泡 苦瓜干泡制这样就可以做菜了 碗中是大约300克的猪肉丝 加入一小勺料酒 一小勺生抽酱油 一小勺蠔油 抓拌均匀 放置一旁,备用 从碗中取出浸泡好的苦瓜 洗浸,稍作整理 切成2英寸的长条 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一根青辣椒 一根红辣椒 切成2英寸的段 装入盘中,备用 装入盘中,备用 这就是苦瓜干小炒肉的全部用料 现在开始炒菜了 把炒锅放在炉子上 加入一大勺菜油 放入三片姜片 翻炒几下 下入腌好的肉丝 翻炒至至肉丝变色 加入一小勺老抽酱油 调色 翻炒均匀 下入苦瓜条 继继续翻炒均匀 加入二分之一小勺的盐 翻炒几下 加入青椒丝和红椒丝 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 成盘了 尝一尝 肉丝滑嫩 苦瓜丝很有嚼劲 清爽 香脆 非常好吃 喜欢的话 就收藏起来 试试吧 好了 就分享到这 谢谢收看 下集见